XXS 天呐 我们变小了 让我们变小了 本期迎来著名光头节目主持人 乐佳的重磅加盟 激情张扬的主持风格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让她在节目的最后 冲入了洗衣机的漩涡之中 我求你了 我看不见 OK 准备好了 3 2 1 让我们变小吧 啊 啊 乐老师 下面的感觉好不好啊 我真的 真的变小了吗 我真的变小了吗 太不可思议了 哎 要不要去巧克力啊 来补充点能量 接好了 啊 别躲啊 接好了 你打不到我 打不到我 啊 好了 好了 我再打了 乐老师啊 你慢慢玩一会儿啊 还有两组参赛家庭已经到了 所以我先去迎接他们了啊 see you later 赶紧把我变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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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还是把它变回来 好 来 准备好 爸爸出针 好 来 六老师你也准备好了 一 开始 三 二 一 让我们变小吧 小多多 你老爸在上面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他唯一需要的就是你 要给他一声强悍的鼓励 爸爸加油 爸爸加油 好 多多 我爱你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 加油 志在必得的鹰爸开始比赛了 虽然体型显得十分笨重 但至少鹰爸有一股勇往直前的气势 在巨大的沙发上 展现你那企鹅一般的疯子吧 你儿子在为你呐喊哪 鹰爸千万别丢脸哪 不过这速度也确实够慢 你不会比红队方爸爸还弱吧 天呐 这比赛难道是比谁更慢更弱吗 加油 终于拿到面罩了 好的 头也不回就跳了下来 看得出来他稳扎稳打 而且他的腿部的肌肉力量 还是相当不错的 看来扶手的坡度对于 卖出左腿 拔住桌子的边缘 使把劲儿小心 从天而降的卡普切诺 鹰爸大口喘着酥气 这比赛对这样一位企业老总来说 还真是不容易啊 对对对 我现在已经是我们前面的方式 刚才不管了 乐嘉真恨不得替鹰爸上阵 爬上唱片机 调整一下呼吸 好了 准备接受挑战吧 鹰爸 准备好了 我要快吃真糖咯 晨晨 你也太狠心了吧 手里抓这么一大把糖 你真真真真了 要把他砸死啊 再来一颗 贵家无论这种 我都不太多了 终于接到一颗 鹰爸 您都这体型了 拿了糖还不放进背包 还直接塞嘴里啊 总算明白过来了 准备接下一颗 好的 成功接到第二颗 你看这完全取决于我 扔糖的水平比你高很多 鹰爸这一关的表现非常不错 坚持到底的英式精神 还是给多多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鹰爸加油啊 要是输给红队爸爸 你真的是没有脸 再教育你的儿子了 鹰爸的腿部力量明显下降 终于艰难地爬到桌子边缘 拉下阀门 果汁瀑布终于停了 妈妈也兴奋地打出了V的手势 我也在觉得你该散步 好了 还剩下最后一关 最为疯狂的挑战就要来了 在乐视气功的推动下 鹰爸终于爬上了决战的战场 能否战胜红队 就在此一举了 不管你如何狼狈 你儿子和老婆 始终对你不离不弃 快点出发吧 喂 鹰爸你在干嘛呢 你是在练蛤蟆弓吗 快站起来 他终于站起来了 他竟然奇迹般地 没被卷走 反而站起来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一刻 鹰爸找到了自己 他舒缓地伸开双臂 有如熊鹰一般 勇猛地奔向终点 这一刻 神马从天而降的网球 早已变成了浮云 鹰爸使出最后的力气 猛地一扑 在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完成挑战 要在儿子面前 证明自己 鹰爸加油啊 八下沙桶 他成功了 老婆孩子 为你喝彩 你觉得爸爸刚才 刚才怎么样 很棒 很棒 很棒啊 可以 晨晨 鹰爸 我告诉你 你的成绩最后是 8分36秒 好 所以恭喜你们家庭 这一轮你们获胜了 听清楚了没有 你爸爸赢了 你有什么话要对你爸说 爸爸你得付败 好好好 爸爸赞助 好 三二一 让我们变小爸 熊鹰飞翔 甜甜加油 预备 开始 黄队妈妈刚刚动完手术 代替她出战的是多多的表姐 贵甜甜 这位在鹰爸口中 口口声声深得英式教育真传 经历了一个月魔鬼训练的 手无腹肌之力的柔弱女孩 今天要和世界冠军叫板 速度看来一点也不慢 非常有冲劲 稳住了 趴紧了 用手去抓紧左右的两条绳索 好 顺利抓到了前方的大绳索 用力 我发现体重轻 真的是有优势的 一手趴墙 奋力起跳 哎呀就差那么一点点 由于墙面太滑没有支点 重心稍有些后请的表姐 还是掉到了水里 甜甜无力地伸出双手 看来水中的她非常痛苦 终于关上了阀门 此刻 多多扯着她那稚嫩的嗓音 那位表姐拼命地加油呐喊 好 甜甜快下来 走第二关 不看到她的黄队 获胜的希望 飞奔到漏勺边 为甜甜顶起了勺子 乐佳 你终于想起来 要怜香惜玉帮一把了 用你的光头顶住 有了乐佳的支持 但是甜甜更加勇猛 甜甜 我说你转得挺欢 你也为咱乐佳的细长的脖子 想一下吧 脖子要紧呢 在乐佳的人肉支架的协助下 甜甜终于顺利通过枪 好好好 站上旋转的披萨 轮住重心 好样的 顺利拿下奶酪 走往下走 似乎对她来说 这一切不存在任何挑战 好 滑下来滑下来滑下来 不兴奋不已 但是 你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呢 告诉你们 甜甜的成绩是 六分 十秒 哎哟啊 你是不是赢了世界冠军 你听得懂啊 我妈妈抱歉 哎呀 我把你捏成了 哎呀 对不起 我把你捏成了 对不起 哎呀 我捏得太疼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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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多多 多多流下了激动的 谁 真实在是 到现在回止 最新进行的一幕 因为这个比赛 是给我们自己的 给孩子的 哇 太好了 好吧 多多 你现在要去比赛了 爸爸和妈妈 你选谁 陪你一块去战斗 爸爸 来来来来 我要把你们变小啦 三二一 让我们变小吧 来来来来 多多 你是我们全世界 到目前为止 最小的参赛选手 你一定要加油啦 预备 开始 这是一场 属于多多一个人的比赛 更是一场鹰霸 证明自己的儿子 一根铅笔 穿起了父子俩的深情 可爱的多多钻了过去 对一个四岁半的孩子来说 至少他的勇敢和意志 绝对过硬 多多现在是太小了 所以现场的每一个道具 对他来说都是巨型的 多多终于来到了狗骨头面前 这根说大的骨头 还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抓住抓住 好 向前爬 慢慢爬 骨头动啊 哎呀 刚才骨头还挑皮的动了一下 我们的多多就被颠了下去 已经下去掉下去了 到了啊 到这边来 快走 加油 慢慢使劲地喊加油 他在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 不要忘记 这是一个曾经被医生诊断为脑瘫的孩子 是他的父亲 用他的爱将孩子培养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去质疑鹰爸的方法 但是我们绝不能怀疑他的良苦用心 鹰爸拿起了饼干 他们要向下一关前进了 大手牵着小手 走路不怕滑 慢慢向前走 我看好你们 鹰爸牵着多多的手 向巨大的电风扇发起了冲刺 你这么不好 恨不恨 他怎么样 恨 好吧 晴晴 好的 小鹰你真的非常的棒 我要告诉你 我们全世界最小的参赛选手 你的成绩是 五分十秒 五分十秒钟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洗衣房的游戏环节 有一个人 因为看到你 看到你的强势 看到你的能力 因而这个男人 非常想挑战你 在洗衣房里面 你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就是 你身边的 那一个 抱着你儿子的 乐佳 我愿意让这个整个的比赛 刺激性变得更加大一些 如果明天比赛我赢的话 你就把你儿子过季给我 做我儿子 好啊 好 我马上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 好